截至週一下午4點 美國新增19,186個確診病例以及1,147個死亡病例 全國累積病例達到579,486例 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 各項數據指標都已出現緩解 歐洲各國的疫情也出現不同程度的緩和 此前疫情最嚴重的義大利和西班牙 確診及死亡病例的統計曲線 已連續多日趨於平緩 從週一開始 西班牙已經開始放鬆嚴格的封閉措施 部分建築及製造企業開始復工 但商場、酒吧等公共場所 將持續關閉至4月26日 英國當天的新增及死亡病例數字 比剛剛過去的週末有所降低 目前英國累積確診的總人數 已達到88,621人、11,329人死亡 法國的疫情仍相對緊張 週一新增4,188個確診病例和574個死亡病例 全國累積確診人數達到136,779人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宣布 全國封閉措施將再延長四周 至5月11日 屆時法國將有能力 對所有出現感染症狀的民眾進行病毒測試 在亞洲 印度疫情在過去一週裡急劇升級 週一的新增確診病例達到1,248例 創下新高 目前印度全國累積確診人數已經破萬 達到10,453例 死亡358例 此前疫情相對平穩的新加坡 過去一週感染人數明顯增加 週一新增386個確診病例 是疫情爆發以來確診人數最高的一天 目前新加坡累積確診感染人數已達2,918人 截至週一 中共病毒在中國大陸以外 已造成183萬多人感染 超過11.5萬人死亡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